Hello 朋友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Danman826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去喝茶 這個老香港舊情懷 今天跟大家去一間比較舊式的酒樓 倫敦大酒樓 現在去看看 Let's go 今天去這間倫敦大酒樓 位於旺角彌敦道612號 觀眾朋友都喜歡收看這類型的 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 記得按下我Danman826的訂閱和小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天來到旺角一間倫敦大酒樓 懷舊一下這個鄺式的舊式飲茶 因為一聽說這裡有點心車推點心 那我就上來試試和大家分享一下懷舊一下 今天有兩層的這個酒樓 三樓和四樓 四樓的茶錢是13元貴一元 三樓是12元的 三樓是要搭桌 四樓就可以自己一台 不用搭桌 那我上去四樓 你知道現在大部份的酒樓 都是入點心紙 order點心的 那你這些 有點心車 或者現在自己出去拿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可以吃完一籠 吃完一兩籠再去拿 就不用說一次 有時候點點心 一來就離開了 很多東西 吃不完 或者其他東西會攤冷 現在每樣熱一點 拿回來吃完 我們第一輪拿到叉燒包 哇 吃包包吃飽啊 去這個 飲茶 試試叉燒包先 叉燒包呢 最重要是包就夠鬆軟 餡料的味道夠好 現在可以看看 麵包的皮還有點黏口 但是它的餡料都OK 你明白我說什麼呢 叉燒包的麵皮 有點黏住口 我們今天星期六 剛才11點來到 都不用等位 現在開始坐了 坐了10分鐘都多了些人了 那去點心呢 其實大宗小點是劃一的 星期六和假期 就是28元大宗小點 平時是27元的 剛剛問過姐姐 原來現在是午飯的時間 他們有些司機 推車仔的司機 因為現在11點多了 他們說等他們吃完飯 就會多一些車仔 到處推一下 給大家看的 不是給大家看 是給大家叫食物的 那現在如果你肚餓 就自己出去那個 單檔拿了先 我們因為都肚餓 所以先出去拿點心 看看有沒有點心 車子有其他東西 剛剛拿了雞宅 雞宅就不是大宗小點 它是頂點 43元 看看雞宅有什麼乾坤 另外有個鮮竹牛肉 精牛肉球 那它也是終點 那我講真的 來這裡喝茶之前 都不會很大期望 點心說 超級好味道的那些 這個也是 街坊的價錢 二十多元 那雞宅呢 雖然43元 但它真的挺大宅的 現在我 拆解一下它 找些什麼 那它的雞宅呢 其實就不是很多 裡面包著一片冬菇 雞肉 鮮竹包著它 就是一塊很大塊的魚肚 真的好像 幾真材實料那樣 趁熱吃了 不客氣了 哇 魚肚好味 它也吸了醬汁 然後再出去拿了一個 山竹牛肉球 都OK啊 它這個 我就喜歡 做小塊一點吃的 不會一大塊 它裡面也有 芫茜和馬蹄粒 這個都很重要 我喜歡包著鮮竹來吃的 我們今天點茶 就愛了一個 壽味的 都挺有茶味的 因為有時候你喝茶 初初來的茶 沒什麼茶味的 這個也有茶味 還有這個也不算很擠益 我們選了四樓 就不用搭桌 如果你不介意搭桌 可以坐三樓 便宜一元的茶錢 這個都OK 寬落 不會太擠大 太吵 就這樣 有些車仔正在推 剛剛有一架 炸點心的車仔 你知道我喜歡吃炸東西 都叫它炸東西 來試試炸東西如何 炸雲吞 有酸甜汁 淋了酸甜汁上去 這個炸雲吞 也挺大 不過可能它都放了一陣時間 看看它還脆不脆 這個炸雲吞 它咬下去不會整股油 這個炸雲吞 我又很驚喜 脆脆的 裡面有些蝦 混著豬肉的餡料都OK 然後下一架點心車推過來 就是這個腸粉車 它有牛肉叉燒和蝦腸 剛才吃到牛肉球 現在就叫了蝦腸 腸粉吸引就是30元 它就算是特點來的 腸粉就一般 一般水準 不是很驚為天日 蝦都爽口 它的腸粉皮就厚了一點 而且不是很滑 吃腸粉 我喜歡這隻腸粉皮 滑一些 當然 二十一句 我覺得其實都不錯 以這個價錢 環境 接著還有一架煎東西的車仔 這個在外面即煎 有這個煎腸粉 馬蹄糕 蘿蔔糕 養三寶 不過都不吃了 因為吃了這個 蒸的腸粉 還有想試一下 別的蒸的點心 兩個人都不吃得太多 不過這個煎東西的車仔 是挺有風味的 因為在你旁邊煎著煎著 就是這樣 接著有位姐姐的點心車 就有魚翅餃和燒賣 我們都不會讓外出一籠 燒賣有點特別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叫做 八毫風球燒賣 因為它全本有 全質的 不過看起來 它的樣子都漂亮 有一點點蟹子 在上面 味道都不錯 而且蝦夠爽口 有冬菇粒味道 咬下去的質感都很好 說真的 我今天給這個價錢 二十多元三十元 一個點心 這個都吃得過 這個都不錯 味道都很特別 因為我喜歡吃芫荽 它裡面包著很多芫荽 有一點點的應該是雲耳 像是絲 豬肉 但現在這些魚翅餃 是不會有魚翅的 當然 但吃下去的口感是挺爽的 因為有些是雲耳絲 現在叫一碟豉汁蒸排骨 份量也挺大 有時候你去酒樓吃的蒸排骨 可能只有三、四件 去到這裡也有一、二、三、四 哇 七、六、七段也有八段 豉汁挺香 味道 它醃得不錯 這個排骨也三十元 都是特點來的 它下面墊著什麼呢 是不是芋頭呢 有兩棺的芋頭來的 顏色都挺像排骨 而且吃得出去的排骨 都沒有放鬆肉粉 就是不會一咬下去 就軟軟軟的 那些肉 真的有質感的咬下去 可能我出這條片 也有些觀眾留言說 不是吧 倫敦酒樓都要介紹 我不是介紹 我是來想感受一下 這個舊式一些的 推點心車的酒樓的情懷 又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實況 這個真人真情分享 然後看到它 外面有一盤的椰王出來了 那我就拿了一個 椰王就是35元的 揭開來看看芋頭 椰王看起來也不錯 試一口 它是燉奶 但是有椰青水的味 有椰香的味 又不是很甜 這個也夠熱 這個也必吃的甜品 嘩 那我們今天先看看 1 2 3 4 5 6 7 8 9樣東西 包括這個夜王 那應該300元 我覺得 賣單就知道了 賣單吧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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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觀眾朋友喜歡我今天這個分享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影片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 Denman826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小鈴鐺 當我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HIG 看到特別優惠資訊 看看生活點 可以和大家分享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吧